欢迎走进文言那些事 古人生活的世界非常讲究等地 权威豪贵总是为少数人拥有 这帮人地位尊贵 生活奢侈 不过呢 对咱们这些现代人来说 特别是面临高考的高中生 这帮人同样也是咱们钻研的对象 这是因为能够在史书中有传记的人 多为高官后路者 高考查考的文言文呢 也都是史传文章 你说他们重不重要 所以咱们也别废话进入到学习的时间吧 其实呢 荣华富贵都仅仅绑在一个字上 那就是权 所谓权贵 就是指居高位长大权的人 而权姓 指得到皇帝宠姓有权势的人 如 即孔道府再执宪 权贵一计之 说的就是 等到孔道府再次执掌法令 权贵越发记恨他 作为当权者 必然是掌握国家的重要事物 所以也称之为当事 如今当事之臣 指的就是现在当权的臣子 咱们接着看要路 这个词原本指关键的道路 这里呢 他也可以表示当权者 强调权力的至高无上 如 事实蓄点烂 每大臣族 其子弟淫缘要路一请 无不如智 这个长句子是说 这时朝廷府序去世官员的典礼过来 每逢大臣去世 他的子弟 攀附当权者 请求得到续免 没有不如意的 那有权 自然也会有事 两者相辅相成 北宋的名臣 韩吉 向三帝立二主 他有了权 自然也有了庞大的势力 门生 亲戚 遍布朝堂 像这样的权势家族 咱们可以用誓要来指代 如2014年高考语文安徽卷中的 朱云则大言 不能屈业誓要 这个句子的意思是 朱云就大声说 不能欺从于有权势 居要之的人 顺理成章 由那些权势之人 构成的家族 就可以称为士族了 如 故法禁屈饶于士族 说的就是 所以法律禁令 在有权势的大族跟前 弯曲了 又因为秦汉时 权势豪族 一般住在城市的右边 所以又可以称为豪幼 如 幼多豪幼 共为不贵 说的就是 豪门大族又多 勾结起来 一同做违法的事 后来呢 与幼将官的词语 幼姓 也可以指名门大族 举个例子说明 强宗幼姓 各庸重宝赢 莫肯先赴 这个句子是说 豪门大族 各个帅兵自保 没有人肯 帅先归父 有权有势 自然富贵无比 而贵这个字 也常用来表示 这些权势豪强 比如豪贵 就强调某个家族 富贵 尊贵 如2014年高考语文 山东卷中的 大家为无事 最豪贵 意思是说 大户人家中 只有无事 最为富有尊贵 嗯 关于古代权势之人的事 射军就先呱唧到这里 下面咱们还是来复习一下 所谓荣华富贵 皆细于一字 那就是权 古代能够表示 当权者的词 可是很多 像是权贵 权性 都可以指代 掌握权力的人 又或者是当事 是强调当权者 掌握国家大事 还有要路 原本指关键的大路 这里强调权力的至高无上 有权自然会有士 士的形成 也意味着权力的巩固 能够表示 权势豪详的词 主要是士要 或者士族 都强调权势 又因为秦汉时期 权势大族 都住在城市的右边 所以又称之为好友 或者是右性 权势自然能够带来 尊贵的地位 富贵的生活 所以又可以称为豪贵 怎么样 你都记住了吗 下个视频 射军要带你继续深入分析 表示权势豪贵的 还有哪些 咱们不见不散 你都记住了吗 有权势豪贵的 咱们不散 你都记住了 来点准备